自古以来轮回转世总是披着迷信的外杀 但现实中案例总是那么多 难道这就无法用科学解释 大家好,我是大胖 之前聊过一期通道县平洋乡再生人的故事 很多朋友表示意犹未尽 咱们今儿就结合东西方 再来聊几个中国人外国人所谓轮回的怪事 老悲剧 湖南省通道洞族自治县平洋乡 有一个叫石爽人的洞族妇女 看起来跟一般洞族人一样 实则非常特殊 在当地村民多数说的是方言 很少有人会说普通话 而石爽人不仅会说普通话 还说得非常好 当时详细的就是 上一辈子花高手的时候 最关键的是他从来没有在汉语学校上过学 根据石爽人自己说 汉语是他从上辈子的记忆中继承来的 不光光是汉语 包括上辈子许多生活细节 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石爽人说 他前世是个叫姚家庵的汉族人 1960年的一天 姚家庵在鱼塘洗脚时 被尖锐的东西划破了皮肤 导致感染发烧 在那会儿呢 医疗条件比较差 得不到及时医治 三天后姚家庵就去世了 石爽人还说 他至今都记得 姚家庵死时的感受 说感觉整个人都浮了起来 飘在空中看着大家 心里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就是说不出来 有点那种灵魂出敲的感觉 石爽人在学会走路前 就有了与前世相关的零碎记忆 他觉得自己不应该生活在这个村里 倒不是说他想去勇闯江湖 去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 而是他内心总有个声音在呼喊 自己的家不在这里 当石爽人读小学一年级时 有一回听到老师叫一个女孩的名字 他当时就激动的蹭一下站了起来 因为这个时候他瞬间回忆起来 这个女娃娃正是他前世的孩子 当年姚家庵去世时 他小的那个孩子还没有满周岁 所以他转世成为石爽人 再度来到人世间以后 实际上他比前世的自己孩子小不了多少 本就是邻村 于是就有机缘在同一所学校相遇 石爽人激动归激动 但这一世尚且年幼的他还算懂事 并没有贸然的与前世孩子相认 一是怕吓到娃娃 二是怕对方不敢相信这事 你想啊 一个同校同年级的学妹 突然有一天跳出来说 我是你前世的妈 这个感觉实在有点太扯淡了 石爽人知道自己不能这么干 但是他经常会偷偷的 从家里带一些好吃的 趁没人注意时 放在前世儿女的客桌抽屉里 并跟个别要好的同学偶尔说上几句 小孩嘛嘴拿有把门的 慢慢的这事就传到了摩阿尔中 他回家后和奶奶说了这个事 奶奶呢当时也纳闷 还有这奇怪事 那这样吧 你把它呀你回家看一看 奶奶想的很简单 只要问一问 立马知道真假 再看石爽人这边呢 很激动 日期夜盼的想回家 终于可以回了 一路上 他不需要任何人指路 带路 仅凭着前世的记忆很轻松 就找到了姚家安的家 便当着所有人的面 一一说出了他们的脾气性格 和一些生活经历 尤其姚家人一听 全都对 这事儿呀 假不了 之后呢 姚家就慢慢的 把石爽人也当成了家人看待 有关石爽人的经历 在我们看来很扯淡 很传奇 但在当地平洋乡 一点也不离奇 有很多和他类似情况的人 也正因此 平洋乡也被称之为轮回村 从1962年到2002年 短短40年间 平洋乡有据可查的 所谓再生人 高达100多位 因为太离奇了 很多专家呀 也到这个地方考察 有的还专门带了测谎仪 但多位再生人 竟然经过了测谎仪测试 证明啊 他们并没有说谎 这些再生人多数能找到上辈子的家和亲人 而且普遍能说出不少 只有家族内部人才能知道的事 在平洋乡 还有一位姓吴的姑娘 姑且呀 就称之为吴姑娘 在同村里呢 有一个比吴姑娘 小八个月的小伙子 也姓吴 我们就叫她吴小伙儿 在2008年11月 吴姑娘出嫁了 可奇怪的是 吴小伙儿比她小八个月 竟然以父亲的身份参加婚礼 还送了不少嫁妆和礼物 当地人却丝毫不以为奇 原来这个吴小伙儿 就是吴姑娘前世的父亲 当年吴姑娘只有八个月大 父亲突然离世 由下他们和奶奶相依为命 五年后 四岁的吴小伙儿 有一次跟着父亲 到吴姑娘家串门 当吴小伙儿看到吴姑娘手中 拿着的木算盘 脱口而出 说这算盘呀 是她用过的 为什么是她用过呢 接着又说了很多 吴姑娘父亲生前的事 五岁的吴姑娘不等口呆 赶紧去找奶奶 接下来的事情 各位也能猜到 没错 吴小伙儿说的 跟实际情况全能对上 奶奶证实了这一切 从此吴姑娘和吴小伙儿 就维持着这一种 很奇怪的妇女关系 上述的两则案例 跟之前咱们视频 所讲的诸多案例 都记录在一本 叫《平阳再生人的书》里 这本书里采访了 一百多个 有轮回记忆的洞族人 其中绝大多数 都被书作者一一登门拜访 关于这本书上 记载的其他案例故事 就不再一一赘述 感兴趣还想听的 可以去考古这期视频 值得一提的是 在2011年 湖南省通道县政府 联合中国社科院相关专家 对平阳再生人现象 官方进行考察 最终得出结论 肯定再生人现象存在 但没有找到科学依据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尽量给这件事 相对科学的解释解释 顺便再唠几个 西方类似的故事 其实西方一直有科学家 致力于研究 怎么看起来都不太科学的 所谓轮回 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的 斯蒂文森教授团队 做了50年这方面的研究 在全球调查了近3000个 轮回转生案例 但是在斯蒂文森教授的案例里 能回忆起前世的 几乎都是10岁以下的孩子 随着年龄增大 这些轮回记忆也就慢慢消失了 且再也想不起来 前文咱们聊的 湖南平阳乡再生人 则有不少成年以后 仍然能保留前世记忆的情况 这事啊 哪怕放在全球范围看 也都是相当罕见 所以就有不少人推测 这会不会跟平阳乡地区的风水 磁场或者洞族人的信仰 存在某种关联呢 总的来说 在亚洲有佛教信仰 或者萨满教信仰的传统民族 一般都不排斥轮回记忆 但西方国家一般没有这种信仰 他们所信奉的基督教 不讲究轮回转世 根据圣经的说法 人死后是要接受审判的 然后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天堂地狱什么的 然而事实上 西方的民间 也一直流传一个阴谋论 说原本圣经的新约和旧约里 都有关于轮回的内容 是被君士坦丁大帝和他母亲海伦纳故意给删除了 君士坦丁大帝是公元四世纪的罗马皇帝 也是第一位承认并信仰基督教的罗马皇帝 被基督教奉以功德同比圣徒的称号 而他的母亲海伦纳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那问题来了 这母子俩都是基督徒 有什么理由删除圣经内容呢 据说呀 或许君士坦丁大帝认为 这种所谓轮回的观念 会危害到帝国的统治 为啥这么认为呢 说一旦国民都信仰轮回转世 对比那些信仰末日审判的会难管许多 咱们中国人有两句老话 舍得一身寡敢把皇帝拉下马 18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 那么既然你相信有来世 在这一世呀就比较容易豁得出去 啥都干得出来 于是罗马教廷在公元553年 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上宣布 轮回说属于异端邪说 但这种说法吧 一直也没有得到证实 根据文献资料显示 公元553年的军事坦丁堡会议 议题里面压根就不包括轮回 但又有一点似乎可以佐证这个说法 犹太教一直都是有关于轮回的说法的 西班牙语有一个词 意思呢就是转生 这个词频繁出现在犹太教的旧约圣经里 而基督教本就是在犹太教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所以最早版本的圣经记载有轮回啊 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现在之所以没有了就是被人刻意删除了 至于说到底是谁干的就无从得知了 在近些年来轮回的观念也慢慢的被西方社会所接受 2014年美国有一党真人秀节目叫 Ghost Inside My Child 意思就是住在我孩子体内的鬼魂 节目中访问了一对母子 母亲叫莫莉·库尔纳特 他就怀疑自己的儿子凯德是911恐怖袭击中死难者转生 库尔纳特女士为何会这么想呢 他儿子凯德于2004年出生 打小呀聪明伶俐 在一岁半就学会说话了 但从他三岁开始一切变得不正常 凯德经常从噩梦里惊醒 然后尖叫着说 掉下来了 自有女神像 我的腿断了 除此之外 凯德经常画画 他的化妆最常出现的就是两栋一模一样的高楼和一架飞机 从凯德的涂鸦来看啊 跟2001年前的纽约世贸双子座大楼非常相似 在现实生活中 凯德只要看到天空有飞机 立刻就会吓得浑身发抖 有时呢 还会跟妈妈说 他从前是在一栋高楼里工作 从他的办公室可以看到自有女神像 最奇怪的是 有一天凯德说出了一个名字 查证后发现 竟然真的是一位911避难者名字 包括凯德回忆出的地点 人名 事后呀 都可以得到一见证 基于此 库尔纳特夫人就大胆猜测 凯德的前世 极可能是死于911恐怖袭击 跟库尔纳特一样 雷切尔诺兰也是一位母亲 她说称自己的儿子托马斯 是一位911已故的消防员所转世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有人问4岁的托马斯 你长大后想干什么呀 孩子却回答 我以前就是一名消防员 早上起来上班 晚上回家会脱下消防服 起初大家也没有在意 但后来又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有一回 托马斯说指着一张杂志上的照片 说坏人烧掉了这栋大楼 人们不得不跳下去 然而我却帮不上忙 诺兰夫人定睛一看 这个杂志上刊登的 正是一张旧世贸中心的照片 从这开始 诺兰夫人就比较留意 托马斯所堵囊的一些破碎记忆 有一次儿子跟她说 有人在等消防员 等着我 但是我却不能去帮助他们 诺兰当时就问她 后来怎么去的呀 托马斯说 我是开着福特约翰逊R8去的 这显然是一辆汽车的名字 但诺兰夫人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款车 查询后发现 竟然是曼哈顿消防员的专用卡车 而诺兰家里 既从来没有出现过消防员 也没有和消防员有过什么来往 她怎么都想不通 只有四岁的托马斯 从哪里知道这些信息 而她唯一能想到的 何理解释 只能是自己的儿子 前世亚 真的就是911的消防员 这事如果放在20年前 两位母亲估计都不会相信自己儿子的异常行为是什么轮回记忆 但此时此刻 他们的第一反应都认为儿子可能存在轮回记忆 这也就证明 不往20年间 轮回观念在西方已经被大众所渐渐接受 还需要专门提一点 咱们今天所讲的轮回故事都存在一个特点 大多是本地转生或者转生到邻近地带 你像平阳乡在世人的调查报告 一百多个案例里 除了有五个这双前世是动物的 剩下绝大多数都是在本村和邻村之间转生 甚至是在本家族之内转生 史蒂文森教授所调查的三千多个轮回案例 也体现出这一情况 被调查者回忆起的上一世 多数是在离这一世不远的地方 起码也是交通方便可及的区域 刚才说的两个911利难者转世 也都是转生在美国本土 那么问题来了 难道人转世投胎 也专门挑那些近的地方 实际上呀 这大概是一种性能者偏差现象 也就是说 有转世记忆的人 如果上一世生活在邻近的地方 验证起来就会比较方便 也比较容易找到所谓前世的亲人 判明真假 越是看起来像真的 就越容易引起轰动 也就越容易记录在案传播 所以就导致 我们所看到的故事 多数是这一类 假如说 你这一世是中国人 却记得所谓前一世 生活在南美中的五个小村庄 或者非洲的五个部落 想要验证就实在太难了 最终也只好不了了之 那么没有得到验证 也就大概率引不起轰动 传播不出去 我为什么要专门说这一点呢 因为下期呀 给各位介绍一个 更加颠覆性 也更加可信的 能清晰记得 时事轮回的案例 甚至 他曾经还当过埃及的法老 相信我 特别精彩 电视的观众 不迷路 下期见咯 拜拜了 您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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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